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造就性的留言 在订阅键旁边有个小钟,按了小钟之后就可以启动通知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快的资讯了 今次我们讲的内容就是终极一万小时 其实这个终极一万小时的定律 其实是来自作家格拉德威尔的一本书 叫做《二类》这本书指出的定律 他就说,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之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万个小时的随练,在任何人从平凡 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称它为一万小时的定律 那为什么是一万个小时呢? 一万小时的法则的关键就在于 一万小时已经是最低限度了 而且是没有人例外的 没有人只是用三千个小时就可以达到世界级水准 七千五百个小时都不行 一定要一万个小时的 那其实这里讲到就是十年 每日就是三个小时 无论你是哪一个 这个就等于在这里告诉大家 一万个小时的练习 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十年磨一剑 这个在中文里面能够找到的 而从心理学上面分析的话 就是用上千上万个小时来做一件事 那本身就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来的 那常常也都会产生困扰 还会被人家觉得是死心眼 那这一种的极端的感受呢 它是正正就是 才能够的这个 组成的成分 才能的组成成分 因为这里包括了我们不能控制的这个力量 包括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激情 那这些都是维持 和激发激情的弱势来的 另外也都有天父 就是你和我都有的天父 要先用自己的天父 真正的天父 就是透过正确的训练和练习 运用大脑和身体神奇的适应力 创造出以其他方式没有办法拥有的才能的那份能力 那这个呢 我们讲过了 就是属灵恩赐 你可以看回我们属灵恩赐的那个系列 那同时里面有个属灵的测验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的属灵恩赐 就可以运用这个属灵恩赐的能力 去发挥在教会和你自己身边的 好了 然后 很多这样的书有时都会令人觉得 只是带着充心的渴望 要下功夫去做 表现就会有所改善 就是说持续努力 就会达到目标 但这个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都要透过 充足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去练习 才能够有所进步 也是别无他法的 首先我们要定立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终极的目标 就在肥立秘书三章里面就有讲到的 弟兄们我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是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那这里所指的标杆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 而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人生的标杆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保罗这样说 就是在他的遗训里面 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的最后的部分 就是一个终极的祝福和任务 他这里就讲到圣经都是有益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读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圣经 所以我们要看圣经 这里有个结论 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里的善事究竟讲什么 不用解释的 在第四章已经讲了 第四章第1节就开始来了 就讲到 保罗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 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然 和他的国度 来祝福你 是什么 无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勸勉人 这就是善事 为什么 因为时候要到了 人必厌凡纯正的道理 耳朵有法养 就随从了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色的师傅 并且 掩住耳朵不听真道 就偏向了一些荒谬的言语 你就要 凡事 謹慎 忍受苦难 要做 全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其实刚才有讲到 就要得着 从上面而来的 那个掌赏 那个掌赏是什么 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这个公义的冠冕 为什么是公义的冠冕 因为刚才讲过 那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 而当时耶稣 处理着的 是个公义 所以这里就讲到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单止赐给我 也赐给繁爱慕 他显现的人 所以 主耶稣基督在钉死十字架上 行了他的公义 复活之后 他就是那个审判的主 到那日 到那日 就是启示录里面 就是那个羔羊 来到审判我们的时候 得着一个掌赏 这个就是终极的掌赏 好了 我们 就介绍一本书 这里就是一本书 叫做 灵命操练礼赞 又或者叫做 熟灵操练礼赞 我觉得 灵命这个字 似乎更加贴切 富士德博士就作这本书 作这本书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美国 汉劳华制教会更新中心创办人 及前主席 曾经就是 亚苏萨大学 灵命塑造学的教授 这本的灵命操练礼赞 这个作者 是享负成名的作家 和港元 其他的畅销著作就包括了 讨告的真剔 简朴生活的真剔 基督徒看钱 性 权势 还有 熟灵 传统礼赞等等的书籍 而正是这本的熟灵 操练礼赞 或者灵命操练礼赞 这本的英文书就售出超过100万本 其实这本书就是探讨灵命操练的主题 而是书里面分别也都讨论到 博上 祈祷 禁食 研习 简朴 独处 信服 服侍 认罪 敬拜 指引 欢庆 这12个重命的 操练 而作者 学释冤博 旁征博引 对于不同的操练都有深入的认识 并且非常关注 操练的具体 浅行的方法 作者就是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和浅行 就认为操练是为了获得自由 而我们的目标 是自由并不是操练 如果操练变成焦点 就只是沦为死律法 而相应的自由也会随之消失 我们操练这个灵命 其实是为了让到属天的爱 进占我们的内心 来取代一些老习惯 这样就在不经意的时刻 我们的生命深处 就会圆圆地涌出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再不是疲于在人的面前去隐藏自己 我们也不再苦于表现正直良善 我们根本就是正直良善的 要放弃正直良善才是苦差 因为正直良善已经成为我们的本性 所以说到这个熟灵操练我们就推荐这本书 我们继续下去 在以乎所书第六章里面就说到熟灵的全副军装 我们要十年磨一剑 第六章里面说 你们要靠主 以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这是争战 因为我们并不是跟那个血气的争战 乃是跟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车这个幽暗世界 以及 天空熟灵气的那个恶魔争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用来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得住 所以要站稳 就要用真理 当作是大致的粗腰 用公义 当作护心镜来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除此之外 又要拿信德的当作藤牌 就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且 戴上救恩的头盔 然后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祈祷 祈求 并且要在这里 警醒不断地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也说 要为那些 目者祈求 令到目者 和传道人 都有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 说明福音的傲备 这些人 就是 是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 做了大锁链的使者 所以有些人 是 有些 目者 或者传道人 之类的人 为主 服侍一生的人 可能会被 锁链锁住 并且 令到他们 都是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 讲论 好了 这个十年磨一剑 其中一剑 就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讲圣经 好了 如果可以选 的话 就选圣经 做你 十年磨一剑的 那一剑 当然 刚才讲到 每一个人 都有他 独特的 属灵的恩慈 亦都有他的天赋 和才能 神赐给他 如每一个人 当他要认识神的时候 就是透过 了解圣经 阅读圣经的时候 就来认识神 认识圣灵 亦都是透过圣灵 来明白圣经 所以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跟神 建立关系有关 亦都是讲到 回来 就是要 读圣经 十年磨一剑 磨圣经 值得一磨 这个也是终极的 建议 终极一万小时 就是读圣经 好了 我们今节 亦都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